妈妈抱抱嘟嘟嘟 对于育儿男性通常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多数的爸爸必须等到孩子出生 才能对父子有进一步的体会 如果爸爸有心想投入育儿 妈妈要做的就是放心不插手 多鼓励多存在 让爸爸们逐渐培养自信心与成就感 夫妻共同育儿有许多的好处 例如帮助夫妻感情增温 分担照顾宝宝的责任 能够让两个人的话题增加 透过一起分享生活上的喜悦与育儿点滴 彼此仿佛回到了恋爱时 总有做不完的话呢 更加紧密的亲子关系 陪伴孩子的事情越多 一次生活参与度越高 与孩子的距离是不是也就更近了呢 夫妻共同育儿难免有许多不同的见解 大家应该彼此尊重以及多勾动 记得吗 爸爸是妈妈最好的育儿战友哦 妈妈宝宝谢谢你的观赏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